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步一步被逼着走出来的 穷人与富人的差距不是在金钱上 而是在思维上 普通人和高手之间的差距 是在于能不能拥有自己独立清晰的判断和观点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一个人能有多强大 就看他面对孤独的姿态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庄子说 独往独来 是为独有 独有之人 是为至贵 意思是 孤独能让人变得出众 而不是和群 人只要活着 就会有孤独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身在江湖 处在人情世故中 然而人越长大越发现 人际过于复杂 不仅消耗有限的时间 喧嚣有时还会让人迷茫 繁华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与其努力去合群 去容不适合的圈子 不如学会自己与自己相处 独处时间是最好的增值期 安静时候智商最拔尖 拉开你和别人差距的 或许就是面对孤独时的姿态 享受孤独是一种境界 林玉腾说 孤独这两个字拆开 有孩童 有瓜果 有小犬 有文银 足以撑起一个 盛夏傍晚的巷子口 人情味十足 智儿情瓜柳蓬下 戏犬竹蝶 山巷中 人间繁华多笑语 唯我空余 两并风 孩童 水果 猫狗 飞银 当然热闹 可都与你无关 这就叫孤独 有人热衷江湖里摸爬滚打 有人陷在寂寞的苦海中 无法自拔 有些人不是被时间局限 就是被环境控制 唯有孤独的人 才是自己的主人 无论外界如何嘈杂 心情和思想 仍能置之度外 孤独是最好的人生常态 更是一种境界 苏东坡夜行沙湖道中玉语 于同行皆狼狈之时 举举独行 乐在其中 并吟出 回首向来 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东坡孤而不独 且歌且行 乃人生 只旷达洒脱 作家汪增奇 小时候 喜欢去外祖父的书房 坐在藤椅上 拿本贤书看 多年以后 他被下放到乡下 旁边的人嬉笑打闹 他依然可以平静地 看书写字 梭罗远离人群 独自隐居 常常闲看亭前 花开花落 但随天外 云卷云书 感受着自然之美 著名新媒体人 刘童 也是一直 是个孤独的人 曾经他耐不住 孤单寂寞 一再委屈求全 讨好逢迎他人 结果表面 对接了关系 可内心仍然逃脱不了冷落 之后他把时间都留给自己 确立目标 充电 度过一段独处时光 刘童深有感触地说 孤独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曾经以为 孤独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 现在认为 孤独是自己都忘了与自己对话 曾经认为 孤独是世界上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现在认为 孤独是自己 居然能成为一个世界 他们不是书呆子 也不是自闭孤寂 而是以另一种静谧的方式 在丰富着自己 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 都与孤独相伴 接受孤独 不乱其心 不畏前行 你就不会因无聊 而庸人自扰 因寂寞 而顾影自怜 人生从此富足向上 正如白洛梅所说 红尘墨上 独自行走 绿罗拂过衣襟 青云打湿诺言 山河水可以两两相望 日与月可以毫无瓜葛 那时候 只一个人的服饰清欢 一个人的细水长流 孤独给了我们心有所依 自由奔放 淬炼孤独是一种能力 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 人类所有的烦恼 均来自人际关系 胡适大师在介绍 我自己的思想中也坦言 史上最强有力的人 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想要摆脱尘世纷扰 就将自己催炼成一个世界 催炼孤独 也是人生成大事的 一种必经状态 曾国藩出入官场时 也曾沉迷于花天酒地 纸醉金迷的生活 这样颓废了几年之后 他幡然醒悟 于是在那个寂静的深夜初秋 他极其平静地 砸掉了自己的烟具 焚烧了烟叶 回到书房 郑重地写下了 恪守一生的日刻十二条 这其中也包括 夜不出门和静坐 曾国藩认为 出门应酬玩乐 会使人荒废心智 和修养的功夫 损耗精气 也容易耽误正事 所以为了避免 不必要的交际 又碍于官僚 才子们的颜面 他定下 夜不出门的规矩 知晓的人 也就不再去叨扰 同时 他每日 一定要静坐伴时 反省自己 天性中 引现的人意之心 亦可 长思己过 这也是 最能接近 自己内心的方式 曾国藩曾说 自修之道 莫难于养心 养心之难 又在慎毒 慎毒 是人生 第一自强之道 第一寻乐之方 守身之仙物也 所谓的慎毒 其实就是 淬炼孤独的能力 越是在身边 无人监督的时候 越能严格 要求自己 克服内心的欲望 恐惧 情绪冲动 就越能够 接近自我完善的 思想境界 一个人能在 孤独中崛起 需要智慧和能力 说到底 能将孤独 催炼成 向上生长的能力 这也是一种 了不起的才华 能在孤独中 坚守志向和德行 就是功夫 不迷失于孤独 是一种睿智 1964年 南非罗本岛监狱 来了一位犯人 他的代号是 第466号 466号被关进了 只有四平米的牢房 开始了地狱般的 孤独商货 他每天都要踩石场 去做苦工 动作稍慢 就会遭遇一顿毒打 监狱里的犯人 也都如行尸走肉一般 活得没有一点生气 为了改变现状 466号大胆地 向监狱长提议 监狱里有片空地 我想开辟出来种菜 您看可以吗 没等他说完 一条鞭子抽象了他 可466号没有死心 只要遇到监狱长 他就会重复这句话 而每次的回复 都是鞭子 终于有一次 监狱长不耐烦了 想中就中吧 别再烦我了 此后一到放风的时候 466号就会去空地种菜 菜越种越多 地越拖越宽 最后竟然变成了 一个小型农场 囚犯和狱警的饮食 由此也有了大大改善 此后 466号又开始了新的申请 囚犯们周六可以踢球了 还组建了自己的球队 最后连狱警 都成了球队的球迷 这个466号囚犯 就是后来的南非总统 曼德拉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只要有心 你也可以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 我有孤独的人最强大 这是因为对于一个睿智的人 越孤独 心越平静充盈 积极的思维越活跃 的确 喧闹往往令人迷失方向 清晰的定位 往往诞生于孤独 对于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孤独的环境 只会让他生出慈悲和智慧 设身处地地 变清前面的路 并磨练出优秀的处事姿态 不断寻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 就如杨将先生 一生都在致力于自己的世界 他在一百岁感言中说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这是对孤独最好的诠释 人生短暂 愿你是一个超播的人 用孤独成就自己 达到生命的饱满 孤独是人生的常态 寂寞是独处的外在 人生在世 每个人都要经历成长 学会无惧孤独 孤独培养了我们一个人 独处的能力 从孤孤坠地的婴儿 到行将旧木的老人 我们漫长的一生 无法避免孤独 也无法逃离孤独 所以学会如何 面对独处的时光 如何转化孤独为情趣 化孤独为机遇 是我们必须练就的能力 今天义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义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以你们而精彩 每个人从生下来 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没有人会陪你一辈子 只会陪你走过一段路程 人人都有寂寞的时光 寂寞是无人相伴的旅程 是没有星光的夜空 它使空虚的人孤苦 使浅薄的人浮躁 使睿智的人深沉 庄子说 夫须敬田 但寂寞无为者 万物之本也 在庄子看来 寂寞是万物的根本 人也只有在寂寞中 才能更好地享受生命 认识自己 古兰圣贤鸡寂寞 每个时代 总会有那么一些人 遵从于自己的内心 用一生的时间 在寂寞中思考 做事 直到有一天 他们从容离开 寂寞是一种高处 高处不胜寒 去过西藏的人说 在那雪域高原之上 面对着航空出世的山峰 和永存不化的冰川 一个人可以体验 妙不可言的梦幻 以及令人敬畏的神秘 有人曾写到 孤独是不可孤独的开始 当惧怕孤独 而被孤独驱使着 去找不孤独的原因时 是最孤独的时候 身在高处徘徊 近览极致风景 心在高处寂寞 收获别样人生 并不是只有走过 生命禁区的人生 才是完美的人生 但是一辈子 窝在屋檐下的人生 注定是可怜的人生 或许终有一天 我们都会明白 孤独最可怕的地方 不在于独自一人 而是你 从未发自内心地 接纳过自己 从未与自己握手言和 说到底 孤独只是生活的一种状态 一种颜色 并非全部 生命因孤独而历练 也因孤独而丰盛 当你学会拥抱孤独 世界才会回过山来 拥抱你 庄子说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逍遥于天地之间 而心意自得 寂寞 是一种逍遥 寂寞很多时候 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不想随波逐流 不羡慕世界的繁华 不谄媚红尘的喧嚣 敬守自己的一方天地 怡然自得 低眉微笑 我们赤条条地来 孤零零地去 人生就是一路寂寞 五问西东 梁石秋说 寂寞是一种轻浮 寂寞可以让人感受一种 空灵悠闲的境界 空山夜雨 万籁无声 所谓心远地字片 寂寞可以让我们 更切实地享受人生 摆脱世俗的干扰 追求内心的干净 和精神生活的丰富 寂寞是轻装上路 心无杂念地活着 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 人生所有的机遇 不过是四季的风 风过了 我依然是我 寂寞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享受寂寞 心底的尘埃 才能得以净化 灵魂的污浊 才能得以洗涤 良好的心态 才能得以造就 享受寂寞 就是仓悟人生 庄子说 悟悟而不悟于悟 心意识万物 而不是成为万物的奴隶 享受寂寞 不为外物所奴役 但是也不必让自己的心 走向枯寂 西晋时期 江南有一个名叫夏统的人 他饱读诗书 智慧过人 踏入仕途的机会很多 可是他不愿做官 太尉邀他来自己身边任职 夏统 蜿蜒谢绝了 太尉不甘心 调来整齐的军队 和华丽的车马 吹着响亮的号角 从他面前走过 但夏统对眼前豪华显赫的场面 善而不见 太尉又招来一般 风姿卓越的美女 在夏统面前清歌漫舞 但夏统默然而立 毫不动摇 太尉看到这些 全然打动不了夏统的心 不理解地说 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人 真是木头做的人 石头做的心啊 后来就用成语 木人石兮 来形容意志坚定 不为外物所动 也许是夏统 刻意表现出 无动于衷 来拒绝做官 如果真的是 木人石兮 那就不是淡薄 而是心灵走向枯寂 人生再无乐趣可言 看过老人鱼海的人 一定都被故事中的主人公 深深打动过 这个叫桑迪亚哥的老人 是一个孤独的渔夫 为了捕鱼 在大海中 与巨大的马吉林鱼 搏斗了整整三天 大鱼很顽强 三天的时间里 老人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辛与挑战 却始终没有想过 放弃手上的鱼竿 彼时海上空无一人 天地间只有苍茫的孤独 他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更无人可求助 但也正是因为这份至深的孤独 给了他毕生的决心 让他坚信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 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 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老人最后拼死捕回了鱼 虽然在回港的路上 又屡遭鲨鱼攻击 被啃掉了鱼肉 只带了一副巨型 却毫无价值的鱼骨 可谁也不能否认 他是精神上的胜利者 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人生而孤独 却不代表就要被孤独所打败 是孤独摧毁你 还是用孤独成就自己 选择权在每个人自己手上 耐得住寂寞 才能守得住芳华 耐得住寂寞 方能内心平静 宠辱不惊 有所作为 耐得住寂寞 才能对真正所爱好的事情 专注持久 不怨天尤人 不妄自菲薄 不见义思迁 向着既定的目标 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最终总会有所收获 但凡成功之人 往往都要经历一段 没人支持 没人帮助的黑暗岁月 而这段时光 恰恰是沉淀自我的关键阶段 犹如黎明前的黑暗 挨过去 天也就亮了 有人问禅师 鲤在没有越过龙门的时候 做什么 禅师回答 在深潭寒水中修身养性 又问 越过龙门后又怎样 禅师回答 越过龙门后 腾飞天上 鱼类难以追击 又问 那又怎样 禅师回答 龙行云不语 滋润世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境遇 沉浅时要耐得住寂寞 成就后要负责天下 做鱼做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什么环境 做什么事 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 当我们在岁月的历练中长大 才发现 自己慢慢变成了 拥有两副面孔的人 一个总在假装开心 一个却在黯然伤心 不知道从何时起 那个小时候因为一点小事 就能放声大哭的自己不见了 再难过的事 也会装作毫不在乎 然后强撑着 扬起四十五度角的笑容 不让泪水从眼眶滑落 我们不敢让任何人 看见自己的脆弱 只有等到夜深人静时 才躲进角落里 把隐藏在心里的事 拿出来亮亮 任他默默崩溃 再静静自愈 还有很多时候 我们穿行在热闹的人群中 但放眼望去 却找不到一个 可以信赖的人 感觉所有的喜乐悲欢 无处可说 亦无人可懂 只能化成孤独 独自贫赏 从凡事都想有个依靠 到后来日渐明白 人生中的很多路 要靠自己来走 很多事情 都得靠自己承担 我们终于不得不接受 这样一个真相 孤独 本就是人生的常态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